男人是个同性恋 喜欢上了白袜体育生 虽然他是个男娘 却比女孩子都要可爱 两人是在软件上相遇的 起初猛男以为遇到真爱 因为他们无论聊什么都非常投机契合 而这也让猛男更加相信缘分这种说法 这晚小爱给猛男发了一张自拍 清纯的模样直接把他彻底击毙 于是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找到同事炫耀 可谁知对方根本不信 还直言遇上了美女诈骗 猛男根本不服 于是就直接了当地询问起来 可这一问却彻底傻眼 接下来的日子里猛男看着手机嗷嗷落泪 难得这么心动 怎么他就是个男人呢 然而还没缓过神 猛妹又主动提出见面 这就有点意思了呀 难不成是要拼刺刀 猛男纠结了一宿 最终决定咬牙前往 他就不信对方打得过自己 周日这天猛男坐在公园长椅上 他看谁都像赴约的猛妹 思考时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回头一看正是心动的感觉 显然这哥们比自己想的还要好看 很快就来到吃饭的环节 虽然他很好看 但一想到是爷们 猛男就怎么也吃不进去 小爱见状懂了 你就是觉得我是男人所以不想理我 明明是你想着要见面 可见了又是这个态度 你是不是把性欲和喜欢混淆了 说着还挤出一滴小眼泪 虽说是个直男 但猛男也不傻 他坐过去安慰结果意外 看到小爱侧脸无比甜美 和真正女孩子别无二指 见状小爱也趁机猛攻 表示自己想去他家里做作 一进家门猛男赶紧收拾东西 紧接着喷洒空气清新剂 希望能给一个好点的低印象 突然小爱一把将猛男抱住 紧接着就蹲了下去 同事惊了 卧槽兄弟你好猛啊 紧接着小心询问接下来 但猛男却表示 什么都没发生你要相信我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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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 口是女的事 改变了 见着娇羞母样 同事哪里还有什么不懂 就这样 猛男和小爱正式成了情侣关系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小爱的兴趣有点怪 什么叫做国服射手 面对因不满足现在关系 而发出的灵魂质问 他瞬间就有了应对之策 听到这话 女孩瞬间戳气起来 欠他这样 国服射手立刻调整站位 并在好言相劝后直接开大 而这种轻易和不拢腿的女孩一般分为三类 第一种就是刚才的女孩 喜欢被人追求被人需要 她们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爱情 而不在意过程 而第二种是欲拒还淫的女孩 这种只要你步步紧逼她就不会拒绝 第三种则是和第一种恰恰相反 她只在意行为过程 而国服射手也同样分为三类 第一种就是子弹比较多 可惜事后敷衍了事 第二种是斯文败类 这种的渣男喜欢对女人甜言蜜语 让他们依赖自己 但一旦女方表示爱意 她就会卑鄙的瞬间退缩 第三种则是喜欢弦调完各种 但在结束后 她就会瞬间变一副嘴脸 那么当海王遇到海后 又是种怎样体验呢 这天小桃工作遇到难题 显然两人一眼就看出对方底裤 但命运总是这么巧合 不久后的一天 小桃在公司过夜 就在她早上换衣服时 刚好被松田看得真切 显然是缘分到 那么两人又将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呢